謝謝我們七獨競選總部的各位工作同仁好夥伴 也謝謝我們三分局的警察同仁蔡議長跟國良 我們在這邊謝謝大家 很請大家在這一次的選舉支持1號 1號的謝國良 還有議員頭幾號 4號 好謝謝大家 畫面上就是議長蔡旺蓮跟小愛爸爸謝國良 一起進行七獨車隊掃接敗票 行程希望在最後關頭來爭取選票 議長蔡旺蓮強調 在上一次市長選舉當中 民進黨陣營在七獨區贏了4000多票 換句話說七獨的選票是市長選舉的重要關鍵 因為選舉已經達到最後一個星期 那七獨是我們市長候選人 我們謝國良1號謝國良 非常在乎非常在意的一個區域 我們在七獨非常危險非常危險 所以今天特別由我個人代表 我的團隊陪我們謝國良候選人趕快再七獨來繞這一個拜訪 來爭取選民集中選票來停我們1號謝國良 4號議員候選人蔡旺蓮 僅此這樣子表示敬意 我一直以來都是非常非常重視我們七獨區 不論是發展還是這次的選舉跟選票 我在選舉期間來到七獨火車站跟百福車站 其實都各超過10次以上 未來我也覺得七獨區是基隆市整個就業的產業發展中最重要的一個基地所在地 所以五獨六獨七獨未來都要發展成有規模的就業基地 所以不論是就產業發展而言或是就對選票的考量 我們都非常重視七獨 所以特別感謝我們七獨基層實力雄厚的蔡議長 今天陪我掃街 我們希望七獨能夠開得漂亮開得好 基隆是一個讓人家感覺到充滿未來的地方 而且非常有潛力 又是我們的台灣頭 所以需要一個更有願景 然後更有能力能夠帶領這個城市的市長 所以我第三次來 我對國良的選情越來越有信心 也希望11月26號能夠真正的翻轉我們的基隆 讓這個台灣頭能夠帶領台灣繼續向前行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道